谢贤前妻珍珍遭病痛折磨,做完白内障手术又长炮疹,去年曾开炉。 谢贤前妻,影后珍珍目前与儿子定居香港,74岁的她近年多次出现健康问题,做过多项手术,上月初刚做完白内障手术,近一个月都待在家休养。 2月8日,珍珍接受台媒访问,透露自己的视线在新春期间突然变得模糊,检查后发现得了炮疹。 整个春节假期,珍珍都没有出门,眼睛每隔两个小时就要上药,不但疼痛难忍,而且看东西相当模糊,加上疫情严重,她只能留在家里休息。 今年1月,珍珍动了两次白内障手术,原本就要涂抹很多药物,后来因为免疫力低下长炮疹,又添加了很多药膏,眼睛受了不少罪。 珍珍在家不能看电视,即使是回复朋友的手机短信也要拿放大镜才勉强看到一点点,如果没有儿子的贴身照顾,她简直到了生活无法自理的地步。 香港疫情变严重,珍珍只能待在家,用电话向朋友拜年获释和儿子张力恒聊天。 幸好,经过休养,珍珍的眼睛状况逐渐好转,大家都说她这几年是关关难过,关关过,实在不容易。 去年,珍珍在家里摔倒导致脑部出血,在医院抢救了10天,做了开颅手术才减回一条小命。 在摔倒之前,珍珍的身体已大不如前,血压忽高忽低,被诊断为惊恐症。